特别谢谢杨光弟兄他是在北京的 特别我们来分享Johnson Edward爱德华兹 OK我们把时间交给杨光 好谢谢郑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约拿丹爱德华兹 他的有关的情况 他这个是首先是1703年出生 在1758年过世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主要分五部分 一个是他的主要经历 然后第二是后世对爱德华兹的评价 那么我们学习历史也是想看教会 上帝是怎样使用教会 在这个人类历史中做工 所以第三部分也是想看看 上帝借着爱德华兹成就的工作 第四部分就是我们了解爱德华兹 也是想看看我们有什么 可以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 第五部分我想前面四部分都是 这个他人的这种二手的这种信息 那么我们重温这种私人的这种风采 要看这个爱德华兹本人的原话 所以第五部分有一些 我特别感动的有一些原话 第一块就是我们先说主要经历 他是1703年10月5日 在康尼迪格州的东温塞尔城 家里唯一的儿子 他上面有四个姐姐 下面有六个妹妹 他父亲是提摩泰的话 埃德华兹是宫里派教会一名不起眼的牧师 但是他的母亲呢 是备受尊敬的索罗门斯托达德牧师的第二个孩子 被公认为有着非同寻常的智慧 他的母亲叫埃斯特斯托达德 埃德华兹从小呢 天生这个好奇心很重 爱动脑筋 对数学科学和神学都很感兴趣 他是在新英格兰接受的教育 17岁的时候毕业于耶鲁大学 后来又进行了数年的进修讲道和教学的预备 所以到了1727年 就在麻省的北安普敦 被案例为父母师 协助谁呢 就是刚才说到的 他的外祖母斯托达德 索罗门斯托达德去墓会 到了1750年 这个北安普敦教会呢 以230票对23票的投票结果 这个是大家要知道 这是爱德华兹牧养了22年的教会啊 被这个教会否决而离开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爱德华兹在圣餐的问题上 持守真理的立场 被这个教会就是否决了 他不得不离开 于是呢 前往了这个当时的边陲 叫斯托克布里奇 向这个印第安人传福音 并在这里写下好几部 最重要的著作 这个图片就是当时 他在这个斯托克布里奇的住处 到了这个1758年 他被召唤前往这个 当时叫新泽西学院 实际就是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 任这个新泽西学院的院长 五周以后去世 去世的原因是参加那个天花疫苗的接种实验 在死于感染 后世对爱德华兹的评价是 他是有这些啊 大家可以看的屏幕上 复兴家 神学家 哲学家 学者 牧师 宣教师大学校长 深受爱戴的丈夫和父亲 那么他呢是接受的加尔文派的思想 在中马田的对他的评价 就是说 这个如果清教徒像阿尔卑斯山脉 路德和加尔文呢 就好比喜马拉雅山脉 那么爱德华兹就如同 朱姆朗玛峰一样 这是中马田对他的评价 他也是美洲大复兴的点火人 下面这四条包括为人坦诚 为人谦虚 对实践的宗教信仰 认识比谁都道家 强调心里面的学习 而且呢 大家还评价 对认为他如同保罗一样 在两个方面结合得非常好 一个他是一个神学的研究者 蛮有能力的神学研究者 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传道人 那么上帝借着他成就的工作 主要就是大复兴了 但是大复兴之前 我们看看当时上帝 这个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这是当时的一位牧师的一句话 他就讲到说那些光辉的荣耀的浇灌 都止息了 圣灵的交通都中断了 福音没有了显著的果效 悔改信主的人稀少 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也不多 基督徒也不像以前那样 心里火热不断更新 这就是当时教会的情景 那么在1740年代美洲大复兴之前 这个美洲殖民地的基督徒信仰 普遍是死气沉沉的 而且这一灵性的低潮 持续了有50年之久 新大陆最初几代人 对清教徒生活方式的热切尾身 似乎已经丧失一尽了 那么我们来看上帝借着他成就的 就是点燃了美洲大复兴的火 这是他一生中最突出的事件 复兴始于1734年末 延续到1735年 然后在1740年 因着怀特菲尔德和其他弟兄的到访 引发了大觉醒 实际现在我们的处境呢 我觉得跟1740年的 这个美洲殖民地也是一样 人们对信仰也是不冷不热 这时候你看爱德华兹呢 可以大胆地来宣讲 清教徒和加尔文的主义的神学 毫不畏惧地宣告人和上帝之间的差别 两点 一是人是不敬虔的 二是人是有盼望的 那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呢 我想一个是在属灵的生命方面 他竭力追求 而且他殷勤而火热地 恳求圣灵的流出和浇灌 还有他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平衡 就是在情感与理性方面 就是说 被圣灵之火点燃起来的伟大教义 这种教义呢 不但要有光 而且要有热 让人感到温暖 既要有神学知识 但这种知识呢 是如火被点燃的 才能够去温暖别人 作为神学家 并不是说我们都是神学家 而是说我想是作为他的这种思考的方式 我们也值得学习 就是其理智永远降服于他的灵命的管制 埃德华兹的著作常常透露出其信仰主张 他总是把自己的哲学理论 放在圣经的绝对权威之下 上帝的话同管他一切的言论 这就是埃德华兹作为神学家 作为传道人 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 虽然我们并不都是传道人 但是我们也会为神来分享他的话语 那么埃德华兹的学习是很勤奋的 他一般早上四点钟的起床 每天经常花十三个小时 进行神学和其他学习 这使得他作为一位牧者 在讲台上对听众有丰富的供应 他对当时的思想动态也非常了解 而且他一生是坚持写作 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一处呢 就是这个地方说啊 听道不要做笔记 这个以前我也喜欢做笔记 而埃德华兹认为呢 牧者的讲道应该充满诚意和热情 那他认为听道最主要的益处 在于当时心思里面所得的印象 而不是在听道以后凭记忆而来的果效 所以埃德华兹强调 如果你要是在听道的时候做笔记 很有可能令人错失圣灵的冲击 带来的一些果效 直到我们学习的第四处就是他这个鼠灵中的平衡智慧 这个后面我也会再讲他的原话 实际在大复兴中呢 出现了一些有一些人有一些特有的奇异不平凡的经历 在这个地方 埃德华兹呢 他指出正反两方面的解释 既没有令读者感到泄气混淆 也没有令读者感到这种沮丧 而是让人生出一种更多寻求认识这类经历的渴慕之情 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埃德华兹的他的这种原话 因为这就是他这个真正思想的表达 这这个图加粗黄色这部分是我特别有感动的 第一块呢 就是顾及真理方面的每一方面的中肯教导这部分 那他说呢 是我们上帝做成全功 我们也全然做出自己的一份 上帝做的一切 而我们也全然跟上去 因为我们所做的正是他所做的果效 对信仰的基本看法 埃德华兹认为真正的美德和圣洁 主要是在人的心中 而不是在人的头脑内 这种美德主要是由对上帝的爱慕所组成 理性上的领会 如果不能叫人的心灵有感应 或是不能引起对上帝的爱慕 那么就全无用处 埃德华兹关于1740年代复兴中 所出现的不寻常奇特现象的评论 是我愿意大家留意一下 是否有人误用自己本身的经历来做准生 而没有持定圣经为唯一的准则 在教义和经验上的平衡 埃德华兹说 最高的教义是那位不可测知的 永不改变的令人仰慕的上帝 是真切存在的 而不是一种意测 我的分享完了 谢谢大家 哇太精彩了吧 我都被你这个好像大复兴都来临了 谢谢 你以前你有在做什么教导什么节目之类的吗 没有 以前我在教会带过查经班 哇 真的神要好好会用 会大大使用你 真的 谢谢郑牧师 我都觉得你可以开过广播节目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 好 你们 你把这个 OK好谢谢 真的非常谢谢这个阳光弟兄这么精彩的分享 可能我们大复兴呢我们会留到下礼拜讲 不过今天呢你也大概知道有一些情形了哈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宗派呢 要把它解决掉 OK 因为还有很多宗派没有讲 特别其实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来上教会里想想知道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宗派他们的缘由是哪里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 其实说 而且其实宗派其实每一个都是在做一个父亲一个一个属灵的父亲 我觉得 那都在尝试出找出一个最和圣经的一个如何敬拜的方式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客户的讨论应该会非常的精彩 这之前我们有几个报告哈 你知道我都有恩典了哈 再把这个上课讲到六堂了哈 其他你补看视频 好 看看大家觉得如果说 嗯 圣诞节前 你如果能够把这个书读完 然后交一个一页的报告 好不好 然后到目前为止只有四个人报名要要这个证书 我鼓励大家哈 不是说我这个证书就多有用哈 就好像上帝说不是说我们要去得奖赏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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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诶好 虽然我们常说啊我上天堂就好了 我不要什么得什么奖赏 可是神是要给我们奖赏 就是要我们去努力 好 好 这个不是赎罪卷哈 但是我想啊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哈哈 那我开玩笑的 呵呵 呵呵 嗯 所以呢我们下礼拜就 OK 哦 跳舞太快了 下礼拜就结束哈 我忽然刚刚想到说呢 下礼拜呢 嗯 我们就不分组了 我们来个简单的同学会好不好 哈 在分组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就不分组了 我们上完课以后呢 或者课稍微短一点 大家能够有彼此一些线上的分享交流 认识学习的机会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嗯 呃 算你可能这个 读书信的报告还没写完啊 但是你就可以很简单的 呃 分享一下所学习的心得 嗯 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好不好 好 好 这个是第一波的预告哈 让你们先的哈 呃 这是很大很大胆的尝试 若不是我野心太大就是太无知了哈 呃 我就想说明年呢 我们来讲这个七座山头 你 你说 Sever Mountain 好 呃 这个是第一次公布哈 嗯 原来想说用这个细心观点 我还是问 但就不是这个课本 这门课的挑战就是说 没有一本书可以完全来涵盖 所以我就要准备很多材料 而且 说实在的世界观跟教会历史呢 我以前大概都有一些材料了 所以啊 还比较能够加上去 那这个是 几乎就是全部新的了哈 当然我会 嗯 用到一些世界观 Chuck Croson那些东西 所以我想这样呢 旧的跟新的呢 都能够一起继续来学习 啊 呃 如果你们觉得 有兴趣就可以在 chat里面先 先让我大概知道我们这个 这个 大家的 有没有兴趣哈 因为我想说呢 我们谈了很多问题 那我让我们呢 能够来 create something new ok 我自己也一直不想 只是在谈问题问题 让我们来创造一个新的 让我们怎么样 进去那个领域哈 家庭 教会 教育 政府 商界 媒体 艺术 ok 呃 让我们 经过这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看见神给我们这些 我觉得 这是神特别 给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一个礼物 啊 你若回想这一年 如果 怎么会我们今天会在这里呢 会谈这些事情呢 真的是神特别前面的 手在推动他的教会 所以我觉得呢 让我们今天 准备好 特别冬天呢 呃 一方面感谢 我们这样说 疫情还有严谨 大家还可以在线上多一点时间上课 呃 等这个疫情过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真的是 或是现在就可以叙事代发了 ok 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 因为我自己也想学习了 好 所以真的是很 我很大胆 哈 因为这些东西 谁能够说七个领域完全熟呢 好 所以呢 你如果说对某一个领域有特别 已经有一些 呃 学习体会了 你能够私讯给我 ok 啊 我们希望 我希望这个课能够到多一点 大家一起来 呃 探讨分享 好 那我们 真的是能够 呃 不是只是上完课以后 而是能够 大家一起能够集结 有一些行动 好 所以就叫 成为七三的推动者 ok be a change agent for the seven mountains 主要 呃 是这本书啦 Change agent ok 但是我找不到中文版 啊 所以呢 只能用用这个 但是他讲到七三里面的东西呢 并不是那么详细 我翻遍的 所有七三的这些书呢 都没有那么详细 所以我们就要多做一点功课了 那我觉得Chuck Kosen的书 其实也都有提到一些 所以那个还是会 会用到的哈 那如果你没有这些 不是不是你非得要 ok 但是说呢 我想 如果我会主要用这三本书哈 呃 七行观点这本书呢 他的一些 呃 可以做很多 基要的参考 他也讲到圣经各种原则的一些问题 哈 ok 好 所以这是一个预告哈 等一下 您这个扫描 我就会开始 放在群里面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哈 但是让我们能够先 finish well 把这个 把这个教会律什么上完哈 好 我们今天要把宗教改革给结束掉哈 一五零零到一六五零 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为什么放一六五零 后 等一下会看哈 复习一下 马丁路德 一五一七十月三十一 可以 慈允里加尔文 大家还记得哈 Nux John Nux 这些是等于说是 紧跟着马丁路德的 好像就是 你如果一个一个浪潮 就是刚刚 泛滥出来的 ok 那我们继续要看 后来带出之后更多的 今天要大概谈这些哈 重启派 Anabaptist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Anabaptist 可能我们比较少接触到 少认识到哈 但是 蒙诺派就是 蒙诺是其中一个啊 那 这个一开始是起源于瑞士的苏黎士哈 他们主要呢有几个观点呢 等于就是说呢 天主教 东正教 跟新教 对不对 但新教 分出来以后呢 还有一些人对新教就是路德派 长老会这些呢 还是有点意见 ok 主要他们反对英格洗礼 这是其中一个啊 我自己是在长老会长大了 那长老会呢 我们是有婴儿洗礼 但是就是说呢 婴儿洗礼 当然孩子都不晓得什么 我们到了高中 或是大一点的时候 我们会有个叫奸性礼 这是 这是我相信如果你是从长老会背景的 就是就是我这样的方式 那你知道天主教是很重视婴儿洗礼的 甚至有一些邻居啊 我才他们一生孩子呢 不敢出来 要等到婴儿受洗后才会把孩子抱出来 他万一还是出了什么事情 还没受洗怎么办呢 所以呢 这还有一个反对 要主张彻底的政教分离 因为当时候呢 不管英国国教 或是说呢 你说家文教派什么 跟政府的关系都是很近的 如果说这个市 这个市长决定是要用 新教 哇那整个市民全部都是新教的 ok 这个是国王决定还是天主教 就整个国家还是天主教 所以这个宗教呢 跟教会跟国家是 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那从喜派人认为 我们不想这个样子 就是教会不要受 政府的瑕疵 他们想回到起 那个 使徒新传起初的教会 我想最 最有名就是说 他们反对战争 Precipism 前阵子不是有一个电影吗 那个什么钢铁什么 Hassel Rich 他那个是 基督教安息日会的 他们就反对战争 那这个呢 从喜派就是有这些一些特征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分支 Swiss Brotherhood 然后刚刚提到 门诺会 Amish 我们都 还有 Morale Your Brother 我觉得呢 其实 从 哦对谢谢 雪战 刚 距林 OK 特别我们在这个世代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他们这些 学习到很多 那 门诺会 我一个 台湾一个很好的哥哥 一个我们从小长大的 他现在就是在台湾的门诺会的牧师 Mennonize 其实我不晓得在 在这里你有没有接触到一些 门诺会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人有认识的 同学你们有没有谁 有认识门诺会 都没有啊 没有人接触过 哦 那我刚才我要讲就是说 从喜派这些呢 其实他们是受了很多的逼迫 因为天主教也不喜欢他们 这些主流的新教呢 也不喜欢他们 所以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呢 其实受了很多的 逼迫的 那这是一个河南的一个叫 Mennon Simons 他在十六四十世纪 一般开始了 但主要对这些一般的 教育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重要是说呢 他们觉得信仰 以你觉得一些不满足 才会成立一个新的 OK 他们是一些和平 勤奋 兴盛 被人尊重的公民 主要呢 他们呢 要做更尽钱的基督徒 OK 这是门诺会的 OK Mennonize 他们女生呢 都要 还要这个 头 要包起来 我认识 其实我认识一些 特别是 我认识一个华人的 他带着全家呢 去参加这个Mennonize 他常跟我分享很多 其实他们 一般的这些Mennonize的 女孩子呢 或是大 大人也是一样 就是不去念大学的 OK 他们不主张去念大学 就是过一个很简单 简朴的生活 你能够 维生 而且很多都是做木匠的 做工匠的 他们很照顾贫穷的人 特别呢 选择就住在那种比较 不好的区 在纽约 布克林 在 克林斯都有 就住在那里 帮助周遭的人 而且他们很注重宣教 这些都 所以呢 我常常在想 这是我们 要检讨看的 就是说呢 我觉得神在 这就是这个Covid-19呢 让教会的整个发展方向 是不是停下来 想一想 特别在美国 你看 这么多年来 这种大教会 大Program 结果神都把你关下来 一定是有他的意思的 所以这是Mennonize Armish 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吧 我们常常都会到那个 宾州那里去 对不对 变成一个观光景点的 我觉得他说很 很讽刺的 他们要在那里过一个 安静的 安静的 与世隔绝的生活 结果现在大家都去看他们 那 他也是从瑞士那个兄弟会 分别出来的 Jacob Ammons 所以这些派别 都是跟这个创始人的名字 有关系 今天当然我们都知道 我主要是 宾州 马拉州 还有Ohio 也都有很多这些 当然我们都看过这个 他主要跟Mennonize 其实蛮像的 但是就说 Mennonize还比较可以接受 现代化的一些科技 科技 这个 Armish就不用 不用电 也不开车的 就是用马车 OK 故事我补充一句 在宾州 南卡士特 其实有一个 Mennonize的那个博物馆一样 我们曾经去过 我也认识一些 美国的Mennonize的宣教士 他们在台湾 在东亚做了很多宣教的工作 对 谢谢 对对对 宾州那里也有一个Mennonize的那个 我们也去参观过 你有时候你不会很清楚说 你现在上的课就知道 Mennonize跟Armish很像 但是是有分别 Yeah OK 好 我觉得特别在这样的一个 等一下我们会再谈另外一个 Morabia那个Brotherhood 这是我们 平常觉得 比较 异类的 那其实呢 很多其实 知道我们学习的 他们的在某一方面的属灵的 的追求 那我们这些停下来 要看一下天主教 在宗教改革的过程里面 他们怎么来回应 他们也不是说 你们改革 我们就 Do nothing 好 他们也有一个 Counter-Reformation 他们也是要知道 我们人都流失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 简单来看一下几个他们的一个回应 主要就是耶稣会 Jesuius OK 还有异端裁判所 跟他们一个天特的会议 我特别要谈论一下耶稣会 你都认识我 我说实在 我都很 很这个 注意这种很很 这种 为 神国尾声的 或是为某种 理念尾声的 啊 这个是为什么圣经 其实说不要做不冷不热的呢 我觉得这是今天基督徒教 北美教会 最大的一个 就是不冷不热 啊 那 你要看这些 所谓自由派 左派的这些 他们实在是又热 不 又非常热 OK 啊 那什么事情能够改变 都是有一群热 热的地中 有火的啦 OK 啊 那耶稣会呢 是一个罗耀拉西班牙人 他创立的啊 他 有一个 他成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耶稣会呢 这个 这个 绰号叫做 啊 soldier for Christ 或是 God's soldier 或是 God's Marine OK 是耶稣的精兵哦 而且呢 是完全 顺从这个 教宗的 他说 Go without delay whenever Pope call them 好 所以呢 啊 我就是喜欢买书没机会看啊 这个叫 God's soldier 就是讲到耶稣会的哈 啊 你要成就耶稣行都要付上一些代价哈 在1566年那个时候大概有1000个耶稣会的结束 啊 啊 那其实呢只要有精兵啊 他们有主要三个任务 教育 宣教 打击一端 哦 所以呢 大家都知道教育太重要了 所以呢 那他们 嗯 投身于教育 而且要从教育里面培育 新的一批 能够忠于天主教的啊 啊 那他们做了很多宣教的 为什么你看 这个 很多中南美洲的国家啊 啊 啊 菲律宾这些为什么会是天主教的国家啊 啊 不 不是只有说单单是这种 船间泡利哦 这种鸭子 是有一批这些宣教士进去啊 那当然比较受 呃 批评就是他们是打击异端的 因为他们是坚守这个信仰的他们 所以呢 这个 你如果被他逮到的话 跟他们信仰不一致的话 那你就 你就受迫害了 OK 大家听过这个利马斗吧 特别我们华人 OK OK 有没有人谁有听过吧 啊 这是 在 明朝的时候 啊 明朝的时候到了中国的啊 他呢 就是耶稣会的宣教士 OK 而且这些耶稣会宣教士都是学者啊 他懂天文地理啊 他那个在明 明朝的时候就来了 OK 这个是徐光起啊 徐光起就是受他的影响变成天主教徒了 OK 还跟他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 所以 明 万 神中呢就把他请到了这个这个这个超廷里面去 好 后来耶稣会在上海创立的震荡大学 在天津创立的工厂学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从那里毕业的啊 啊 所以这些 你看早期的 你看早期的天主教也好 基督教也好 都是投身于教育 这也是为什么要特别注意 大家知道我很注意这个教育的事情啊 所以他 他是第一个欧洲人进出进入紫青城的啊 1601年 立马斗 OK 是天主教的耶稣会的 这部电影没有人谁看过啊 谭老的电影了 1986年的电影 叫The Mission 有没有人看过 嗯 有 啊 如果你在疫情期间呢 这也是个一部很好的电影啊 他就是讲到耶稣会的宣教士在南美洲的传教的故事 非常的感恩 而且这很有名的电影 老伯迪丁诺我想是我们这个年代的 然后非常有名 特别是他的音乐配乐 哦 我到现在 都是常常会听他的配乐 然后就想到他里面的情节啊 一开始就是这个宣教士这样去传福音 被印第安人把他 绑在十字架上丢下去 你看看 所以 为主受苦真的是 很正常的事情啊 我们现在准备一下 非常感恩的电影嘛 推荐大家可以可以看 所以你会很心 很值得这个音乐太太震撼人了 OK 耶稣会 哇 所以呢 我我其实呢你说 我就想到说这个你说 homeschool也好 或者是说建立一个基督教学校 我觉得就是要建立 建立 God's soldier 哇 今天要有 God's soldier 你才能够打 今天 北美教会这样的 这种 这种方式 产生 很难产生收据 但另外他们就有这个 其实之前就有这个所谓西班牙一端裁判所 后来他们又把他恢复的叫罗马裁判所 那就请成立的法庭来 扑灭来灭火了 所以你就发现他们特别有功效在意大利跟西班牙 所以基本上意大利跟西班牙呢 还是属于天主教的势力范围 就是因为有 有耶稣会有这个异端裁判所 就把这个火给灭掉 好 那他们也有开一个会啊 开了会就把赎罪券给取消了 所以你现在就买不到赎罪券了 也是因为这个天特会议 所以还是有一些改革的 但是呢 他还是 就是拒绝了一切 这个复原派 或是宗教改革这些观点 重申传统跟教会的权威 而且还禁书目录 所以一方面他只是把 为人诟病的赎罪券给去掉 但是他更加强这个教庭中的权威 所以这是天主教这方面的一个 反宗教改革的一些运动 好 好我们现在要看一个更常 我们常常会有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辩论 就是加尔文跟亚美尼派的 那荷兰呢 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就感触很深 其实荷兰当初在宗教改革里面是 非常有影响力的 很出了很多 我为神国摆上的 可是你看进去的荷兰却是最 最远离神的 而且很多这些律法呢 都是走在最最先进的 所以法庭说这是可以的 OK 你可以想象这个世代 主要我们要讲这个 雅米牛师 OK 阿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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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Jekes 他原来是改革中的 OK 加尔文的 后来成为神学教授了 他就跟加尔文的论点对上了 OK 所以我相信大家 多的会议就等于说呢 拒绝他的 拒绝他的 他的 丫美尼的教导 那我们来看看主要这两个 我想我们多多少少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 这些论点吧 家欧文教义呢 主要我们就说TULIP 郁金花还有五点 刚好是TULIP 那我们来看看这五点 其实到现在还在中论 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 常常也会有开这样的 这个forum 然后两边去辩论 那其实呢 我们就先一个来看了 第一个T嘛 就是Total Depravity 这是家欧文讲的 就是说人呢完全没有 这个人腐败到完全在救恩上面呢 我们只能上帝来启动 OK 人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家欧文 那个阿明尼 他就叫人还是有可以一些决定性的 人有自由意志去决定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两个就是在 一个是上帝完全的主权 跟人类的自由意志 怎么去平衡这两个事情 那 U 这unconditional election 无条件的 简选呢 跟这个人呢 没有什么 Future 反应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 上帝在雅各 以扫跟雅各出生前就拣选了雅各 所以出生前就拣选了 跟这个人怎么样 没有关系 OK 但是呢 阿明尼说 有啊 上帝是选那个人 知道说这个人会回应他的 OK Limited atonement 上耶稣只是为那些被拣选死的 阿明尼是对所有人死 但是只是对信的很有效 OK Ir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 神的恩典领导你 你不想信 都得信 OK 这是家文 那 阿明尼什么呢 因为人有自由意志 可以拒绝 哦 上帝谢谢你 我不要 OK 第五个 Perservation of the saints 出生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家文说 你若被神拣选得救了 你就不会在恩典中失落 OK 但是阿明尼说 你会的 OK 好 那 其实两边 都有他的一些圣经的根据看到 那其实呢 这是我个人的了 就是说 很多时候呢 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种叫Paradox 我们不晓得中的 不是矛盾 而是双边都有的 上帝讲到 圣经里面讲到神完全的主权 人圈了毁败 这没有错 但是圣经里面也有提到 人要为自己的罪来负责 这个 所以其实就是这两边 当然我们这个历史历代 教会历史 一直在讨论这些事情 OK 我们今天只是让大家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 那 你说 我们是 其实大波数的人都是在两 我想都是在这两边里面 但是我觉得 个个人我觉得就是说比较 不一样就是说 我们如果真的得救 我们不会在N点中失去的 不然 那你就担心死了 OK 就好像就说呢 你今天 你是 我跟那个孩子们说 你今天是你爸爸的孩子 你是A也是爸爸的孩子 你得到B CDF 你还是爸爸的孩子 OK 那个关系不是因为你 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提醒们 我们不要因为这样 那我们就继续做 罗马书就说 那我们就继续做犯罪 反正不会失去 OK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警醒的 那从这两个就分别有 家文的通常就是长老会吧 Reform Church 大家有听到 我真的这两天真的心情很沉重 就在这一个礼拜就听到好多牧者过世的消息 我想大家知道那个陈永健牧师 在纽约这个以前新神教会的主任牧师 这礼拜也被继接去 因为COVID-19 我只听说他下午 下午发病 然后隔天半夜两点多就被继接去了 真的是很心痛很可惜 一个非常慈祥和爱的长者 然后一个临安国牧师也过世 台湾那个旌旗教会 很有名的旌旗教会的 肖勇祥修 也得了一个很即兴的脑炎 总之真的 我们不晓得明天如何 趁着白夜赶快工作 那Arminius主要是在Method的寻道会 路德中还有静信会 静信会或静礼拜两边都有 所以这是他所影响带来的 所以今天呢 其实Arminius也是算在这个整个新教里面的 因为路德中寻道会这些 我们不是把它放成异端 另外一个就是 在1618年到1648年有一个30年的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看为什么欧洲人很厌恶宗教 因为在宗教改革以后呢 跟天主教打了很久的仗 那之后在1648年签订了这个西法里亚合约 才结束这些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那个 1500到1650 OK 说是宗教改革时期 那你看德国因为这30年战争 失去了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人口 OK 所以这30年以后1648年到现在 我们就成为现代的教会时 等于说这个宗教改革总算 啊 战争打完了 这图上就可以看过了 所以基本上他就说 书严皮套这个版图就 一直没什么变 那你现在呢 变很多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 红色的这是路德会的 那绿色的是加尔文的 包括长老会跟改革中 苏格兰这边 然后英国有英国自己的国教 OK 那天主教的势力 你看还是很多的 OK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 它这个深度的影响 所以现在欧洲几乎就没了 欧洲几乎都沦陷了 OK 那我们本来是 我就讲到英国的 OK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这些教派呢 很多是从英国发展出来的 好 我们当然知道 最早我们提过 英国这个是因为亨利八世 想离婚又结婚 OK 所以才脱 脱天主教 脱欧 那经历了好多 你看每次一个王出来 其实亨利八世 对新教并没有什么好感的 OK 那爱德华六世 上来就改教 后来这个brothermary上来 天主要起来 所以呢 或许你看这个历史呢 不要为今天谁是美国总统 就 灰心丧胆 就好像这些 谁起来当政 谁就推动什么 然后呢 另外一边就受迫害了 OK 为什么叫brothermary 就是因为 这个新教的都被杀头了 所以到最后 一五六三人总算有一个 一个这个 等一下 还不 就 等会提到 还不 总算就是我们可以平息这些了 OK 所以呢 我就是要这里讲到说 这个1648年等于说是 end in这个宗教改革 OK 所以我 大概放了1650年左右 那之后 我们就是现代的教会 这是比较最简单 我发现就是 就比较最简单 可以分的了 当然你底下都很多可以细分的 上次我们切到清教徒 对啊 OK 我们要继续很多这些 接下来的教会就从清教徒里面的 呃 其实叫separates OK 啊 在之前呢 我们谈一下 詹姆斯一世 James 因为呢 他跟北美很有关系 呃 James Town是最早在北美设立的一个殖民地呢 就是在 为什么叫James Town 因为是在他在位的时候 OK 那他呢 其实也不是很 呃 他不是天主教 但是也不是很支持新教 OK 所以你知道英国呢 就在 很多这种纠结 天主教 英国国教 还有很多新教教派 都在英国这里来挣扎 啊 啊 那 他影响最大的其中之一就是 他支持的一个 翻译的一本圣经 叫 King James Bible 大家都听过吧 OK 啊 英皇亲立的圣经 King James Bible 这本圣经的影响力 非常的大 啊 其实说 他们说 特别在英语系的国家里面呢 除了撒斯比亚以外呢 就是这个 呃 King James Bible 很多 甚至很多比较基要派的这些 北美的教会呢 还是只用 King James Bible 他们认为这是 无误的 哈哈 其他的版本都有问题 啊 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争辩 啊 OK 啊 啊 所以呢 这个 这个King James Bible 啊 啊 很重要 我这里就给你一个complete的这个picture了 OK 哈 我们讲了好多圣经的翻译呢 特别 啊 你要 呃 没有时间考试了 我就 旧约大家知道是希伯来文 新约是希伯来文 OK 旧约大概在300 BC之前就 定稿 新约大概180 OK Subtuogen 是 谁能跟我讲 subtuogen的重要性 哪些你想要subtuogen 有没有 考试一下 他的一个因子 为什么subtuogen很重要 其实是一本 subtuogen 有没有谁 可以讲 帮助 呃 讲希腊话的 人可以了解 呃 希伯来文的 旧约神经 OK 还有呢 嗯 耶稣时代用的圣经是吧 阿们 OK 是的 OK 好 所以这subtuogen很重要的 好 OK 所以耶稣时候所用的 都是subtuogen 因为那时候 是 不是直接读旧约了 而是他们是读这个新约的 啊 这个subtuogen就这个希腊文的版本 谢谢啊 然后Valgate OK 谁能跟我讲Valgate的重要性 5加5大家1本 有没有 Valgate 哦 第一次把新旧约都译成拉丁文 以后翻译圣经很多是都在Valgate基础上的 还有呢 这是天主教的官方的圣经 谢谢谢谢 这样很好 OK 长期以来是天主教官方的圣经 这是Valgate OK 我们以前提到 威克里夫 他是把从那翻译成英文的 OK 那听了 他是直接从原文把它翻译成Tinder Bible 我上回提到 他创立了超过一千个英文的字 OK 那听了以后知道有Geneva Bible 是那个加尔文他们在日内瓦的时候所翻译的 那个当初清教徒或是这些天主课 带到美洲的在就是带着这个日内瓦 Bible 但是为什么 他们不想要日内瓦 因为Geneva Bible里面呢 就好像现在的Study Bible 里面讲到很多加尔文的东西 加尔文的那个 他的那个 Study Note在 就在Geneva Bible里面 那 King James 或是也不想说那么完全在受这个加尔文的影响 所以King James Bible 1611年 这个年很重要 1611年 所以延续这样一个这个系列下来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ESB Bible OK 现在我们教会里面主要是用ESB 就是有这样的系统下来的 那NIV为什么会说这分开呢 NIV呢 你知道翻译圣经你有两个选择 你要按照意识翻还是要按照字译翻 你觉得呢你喜欢哪一种圣经 你喜欢按照字面翻呢 还是按照它的意思翻 这很多争辩的 OK 比如说我上次也提到过了 你说眼睛明亮的 就是 就是好的 OK 你要按照眼睛明亮翻呢 还是说呢 是 这个 这个 慷慨的人 OK 这个 犹太人的那个 EDIUM 这个谚语就说呢 你眼睛好健康的是慷慨的人 所以你看看圣经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这样的翻译不一样 我现在没有时间就跟你看这些事情 所以 通常NIV呢 它就是按照 意思来翻 ESB呢就比到这边按照字译翻 所以这个好处就是你要有人帮你讲解 所以要有牧师来 NIV呢就是只有按照它的意思 但是就失去了一些语言味了 OK 那我自己特别的2011年呢 他把NIV呢 华人一般我们都是NIV 对不对 你看了那个中英对照的 可是2011年呢 他就把这些政治正确的东西加进去了 把 father 改成parents 把he 改成lay 哇 你就知道说这个圣经 改掉很多意思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很多比较 包括我们神学院 很多传统 这些保守的我们就不用NIV 2011年的版本 而且你不知道 他朋友跟你讲说这是New NIV 他就1984年这个版本你买不到了 OK 好 所以这是跟大家知道一些背景 还有一些事 我们要快一点的 我刚讲的这个1689年这个信仰荣荣法案 所以才把这些解决掉 Westminster这个可能你们有些教会有在用哈 这是复原教主义最恢复伟大的信经哈 Westminster信条 信条 然后他跟着来这个Cathletism 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都会用到 要这个药理问答 给讲到的给孩子的 比如说 这个我们常听讲到你会提到的 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Westminster这个药理问答里面了 他说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荣耀神 永远以他为乐 这是很多时候教会从小要去背的哈 然后他给你一些经文 OK 好 但以前我也有尝试过一下 可是现在你知道真的 才一个礼拜才这么来几次啊 你要叫他们读这个 所以真的是很有限哈 OK 或是在家里面你就可以尝试来 用这个来做一个家庭崇拜 也是一个很好的材料 都可以买得到的 OK 最后有几个这些派别哈 都是从这个Separate出来 Separate是说他们不想留在英国国教里面 因为英国国教 是属于政府管辖的宗教 大家就知道这种 我们从国内来就知道的 这些你不想属于这个官方的的 觉得很多这些受限制 所以他就出来了 公理会 就是每一个教会就是独立的 所以呢 其实很多教会在北美 几乎都在行政结构上 都是属于像公理会的 每一个教会都是自己独立教会 OK 所以通常有人问我说 孩子们问我说我们教会是 是什么 是 是什么教派的 我说independent 通常我们这样回答 就independent 独立的教派 OK independent 其实convigational 它后来也是变成一个中派 其实在我们纽约这里呢 很多都是公理派的 其实是这些 community church 通常都是属于这个 静信会 贵格会 大家可能有听过 OK 那静信会就比较复杂 静信会呢 有一派的静信会是跟着 亚美尼亚的信仰的 有一派的静信会是跟着加文的 所以静信会 你一听到静信会 你要注意就是非常复杂的 我是后来到了美南静信会 也比较稍微策略一点 因为我不是在静信会的传统里面长大了 那美南静信会呢 是 比如说是全世界吧 也是北美最大的一个中派 denomination OK 他是 所以才为什么说美南静信会影响力是很大的 那静信会呢 在英国开始的 是1639年呢 被Roger Williams带到的这个北美 所以从罗德老开始的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 很多静信会 贵哥会 Quacker 有没有听过 那其实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卖片的 卖片的这个就是 是George Fox 它是在宾州成立的 William Penn 听过这个名词吧 所以为什么宾州 美国有很多州 都跟这个中派有影响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当知道历史的时候 就会比较知道这些州的为什么 某些有这样的情形 好 那贵哥会它是比较 哦 任 注意到内在的啊 就像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内 比较 我们 不想有那么那些 礼仪啊 崇拜啊 那种很很正式的 啊 那为什么叫贵哥会呢 这个就是说 这些一开始都是被迫害的 因为它不是正规的宗教 不是政府认定的嘛 然后呢 呃他就警告说 我们要在神的坏面前来战斗 OK 那法官说 你是战斗派的 那quacker就是会谣的啊 所以这个名词是 很多时候是别人加给他们的 所以变成贵哥会啊 啊 啊 我应该刚刚讲的 前面讲的门楼 我的朋友 我的 呃 祖宁长妹是是是是贵哥会的 OK 好 我们再回来近前的运动哦 我要加快了 哎 特别这个 malaria brothers 是 我要特别强烈 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很重视小组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不是新事哈 这个 莫拉维亚弟兄会 早就推行这个了 而且他们是聚集在一起的 啊 住在一起的 如果你不守他们的规定什么 你就不能住在他们这个社区的 他强调生活的近前 所以我 我上次提到说 在世界观提到说 这个 the benedict option 就是说强调一个社群在一起 真的 我们不要想说啊 这种好像很 天方夜谈 或是很 其实呢你读教会里说 人家早就试过了 人家早就试过了 而且呢这个 这个malaria brothers 影响很大的 在 在做海外的宣教 在所谓正式的那种宣教 他们做很多事情 这些人 通常 我们比较不知道 我们也少去读到 好 我其实 我有时间我想更多去学习 这个malaria brothers 他们24小时祷告的 ok 啊 我们现在所说这些信事 人家都早就做过了 啊 是基督教教会中宣教的先驱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更更去这些 只会进前派 啊 最后我要讲到寻道会 Mathoth church 啊 是英国国教里面属灵 里面的复兴 也影响到刚刚那个 阿德华之那个 但是从英国开始了 那这个妈妈呢 哇 鼠生呢 Wesley 生了19个孩子 有8个妖者 John Wesley是第15个 他一个弟弟 Charles Wesley 写了很 好几百首的圣诗 啊 所以因为一个 见钱的妈妈 能够带出这样一个 一个属灵的父亲啊 啊 啊 这个John Wesley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呢 他就在大学成立一个社团 叫圣结会 The Holy Club 哇 你会去参加吗 你会取这个 你敢取这个名字吗 我们说现在大学啊 很充斥很多这些娱乐啊 酗酒啊 吸毒 那时候就有了 所以呢 他们就成立一个 这个样的 Holy Club 然后别人 其实Mathoth的 寻道派别人是取笑他们 你们都是按照圣经的方式 啊 所以 这些名词也是别人来给他们的 那他呢 早期到美国来宣教 呃 大家可能有听过 他来宣教的时候 他还没有信 还不晓得自己有确据 在这风暴上面遇到 Marelia brother 那些再去 刚好他们也是宣教 要回去 他们看到在风暴中 这些 弟兄会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平安喜乐 他没有了 所以他才 才开始 追求认识啊 透过这个Marelia brother 那 这个妈妈啊 这个 John Wesley妈妈说 如果我有二十个儿子 我乐意把他们都送去宣教 虽然我会再也见不到他们 妈妈们 您 您有这样的心智吗 啊 当时候的英国国教 你要 要license 你只能在 你的这个 教区里面讲道 不可以在外面 但John Wesley 他就不听了 他就在露天讲道 ok 然后就开始成立这些 Method Church 他说了 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 wow the world is my parish 真的 任这些互星的 这些属灵的伟人 再次来点燃我们的火 他就 他是骑着马 他 25万米 就在马背上 到处在英格兰 在苏格兰 在苏格兰 传福音 所以今天我们叫做Method Church ok 那其实你看这些主流教派 现在都是没落的教派 那你就知道说 宗教改革 不是只有一次的 啊 Method Church 后来成为卫理工会 对Method 在我们这里叫卫理工会 有听过吗 每一位巡礼会 巡道会 圣洁会 拿杀人教会 都跟Method Church 有关 ok 好 最后第一幕 或是你可以把它两个合在一起 alright 从这些宗派他们的 看起来 看起来 看起来